我們需要一個儘量單純一點的一個Excel檔案 比如說我只是希望放什麼 放這個資料放在雲端上的話 第一個就是把擺架性E按右鍵 這邊有一個移動或複製 然後這邊建立一個副本 建立副本上面請各位 選擇活業部的話 把它獨立出來 也就是一個工作表 變成一個什麼呢 一個工作表 變成一個Excel檔案 就是活業部 這個動作 當然在VBA裡面也可以這樣做 所以 我在 下個階段的課程也會提到 比如說你有大量的工作表 你要把它變成一個一個的工作部的話 大概就寫個幾行程式 就說全部幫你輸出了 比如說你可能有 每個部門 每個部門的資料 你不可能說我一個檔案全部發給每個部門 所以怎麼樣 你勢必先要把 每個部門的工作表變成一個一個的工作部 對不對 把它分開來 然後幫你存檔 然後等到他們資料也許都做完了 回來的變成個別的 你要再把 所有的Excel檔案 再把它合併成一個 所以如何做合跟分 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都是辦得到的 我們這個範例是 先建立一個副本 記得按右鍵 把它移動或複製 建立副本之後 產生一個新的工作部 按確定 這個時候它會出現活業部一 你把它存檔 存檔的話 比如說這地方的話 你把它放在桌面上 名稱叫做 百家姓 這個叫做百家姓 也就是先產生一個比較單純的一個 一個活業部 名稱的話 我叫百家姓 第一步 我們就有一個來源 這個來源 現在在我們 電腦裡面 沒有辦法 那怎麼樣上雲端 其實非常簡單 雲端部分的話 我想 這個雲端硬碟應該 都會用了吧 我在第一次上個有講 你們從Google裡面 跑到 Google的首頁 雲端硬碟 從這邊進來 進來之後 找一個資料夾 如果你沒有資料夾 你先建一個資料夾 然後呢 做什麼事呢 就是把剛剛的檔案 放上來 剛剛的檔案在哪裡 在桌面上 有個百家姓 這個百家姓 那我怎麼放上去 我習慣是這樣的 拖拉 放開就好了 也就是說以後 它支援什麼 它支援檔案上傳 或者是說你今天要怎麼 整個資料